先看看今天的金箱店 PCB之王 老师是不是已经邀约你 至少两个礼拜都有了 金箱店今天最高210对不对 恭喜我们会员一张 有2万的价差来到季线 季线过了对不对 但季线还是蛮陡的 如果这一档股票 我当初被你拆到了 可是一个多月过去 你还是没赚到的钱 那就事实证明 你没有正确的操作去忙 然后让你每一档股票 可以做到赚 齐鸿呢 他虽然被纳入台湾偶持 可是齐鸿他同时也被提出了 他挺为中型的 他从中型升到大型 股价高 所以他现在就变成全职股 然后他删除张银 对不对 张银从全职股被放到中型 所以你知道说一支股票 他的市值会决定他的江湖地位 哈喽 所有在线的好朋友们 大家午安大家好 欢迎来到 古海大丈夫之陈诚聊产业 邀请到永辰国际投股 陈建成分析师 陈先生老师好 陈建好 大家午安 来 口号 富贵 稳中求 财富大自由 现在我们所有在线的朋友 一上线记得第一句口号要先把它呼唤出来 然后先分享我们的直播平台 给更多的亲朋好友 12点半我们准时上线了 好朋友们赶快来分享了 好 老师今天是礼拜一 礼拜一居然是一个大碟的盘式 其实老师你在礼拜天的一个 LINE讯息里面已经有提醒大家几个点 那这几个点都会有影响到 周易的盘式的一个表现和变化 然后特别是昨天晚上又在开直播 又再次提醒大家 然后也帮大家结了很多的股票 谢谢老师 昨天晚上结到了10点半 然后看着配着绞节月光 和那杯好喝美酒 然后帮大家解盘 我们昨天有将近400位好朋友在线上 好 感谢各位也帮大家结了很多的股票 对 没错 那我们今天要继续帮大家来服务 继续帮大家结一下 来 那个 我觉得你有在喊 富贵稳中求 财富大自由的 我想 今天应该有一档股票 特别有赶吗 对 特别是圈里打扮的 应该就有赚到了 要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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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等一下看那个线上人数 好 我把它记起来 我们线上人数冲上来的话就开 全里打扮 全里打扮 这就当今天红利了 OK 好 来 现在呢 那个今天的行情 你看到这样跌对不对 对 我想 你是我们过海大丈夫的同学 你应该会 很老神在在 对 对不对 其实我前两天我就跟大家预告了 我说这个行情呢 行情不可能一直一直一直往上 上礼拜台积电 期货结算完 它就开始回答 就开始休息了 对不对 然后我就告诉你说 礼拜五是不是 我昨天直播我说礼拜五是换回答 对 有没有 那我说这两支股票 就是结算完它会震荡一下 对 礼拜三以前 可能还会震一下 那因为这个月到礼拜四礼拜五就 半年就结束了 对没错 所以有可能在礼拜三之后 就是这几天拉回的这些强势股 包括全职股 因为外资来就是敲全职嘛 对 那讲到全职 那就是台湾50啊 台积电啊 或者是什么高股息的ETF一大堆 对不对 外资买超的 大买超的那些ETF 是 那包括那他们的成分股 嗯哼 虽然你看你连在台大电 已经很久都没有到看到350 360 他也创高了 对他觉得到380 对 这种就是外资来 中小型股他又不会去买 他就买大型 他就直接买大型股 因为感觉上买大型股最稳 那其实买大型股 那就干脆买台湾50好了 或者买所谓的高股息 那因为上礼拜五呢 副时他做调整 对 他调整的一些 个股 台湾50或者高股息的这一些成分股 那有一些人上去 有一些人下来 对 所以我等一下呢 我要来跟各位来讲一下这一张 我要讲一下这一张 好 这一个谁上谁下 对不对 我这边大概简单列出其党股票 是 好那还是回过头来看一下大盘 各位我现在我要跟你讲一句话 好 那我们的同学呢 你当然你很习惯 跟着我们这两三年对不对 你很习惯大跌 根本就是闭子眼睛 弯腰剪钻石 弯腰剪钻石的时候 对 4月19也是 哪怕你就是 你就是2022年那一年 从年头一直剪到年尾 对不对 到了去年2003 那你整个是大钻 对不对 有勇气跟着我往下剪的人 不会做股票的人就是沿路一直往下砍 那我们是沿路一直往下剪 对对不对 剪到没钱然后怎样 反正再放个几个月就大赚了 是 有没有 我们今天获利的这档不就是这样吗 别再涨 全打扮你一定很闷 对不对 因为 你讲说这档你会觉得很闷 我等一下 我等一下看线上人数 我再决定要不要开 我说PCB之网 对不对 好 当初我讲PCB之网的时候 他也没立刻喷 对 那我想一定很多人要看短线的人 一定说 怎么都没有动 又被这个分析师骗了 什么PCB之网 等了两个礼拜 你如果上礼拜来的新朋友 我是不是持续叫你买进 对不对 所以今天你都赚到了 今天大盘跌三百四 跌三四百点 我们的股票居然 很稳 对不对 还可以涨上来 对 所以你就知道说 一个成功的交易心法非常重要 是 而不是每天在那边 近近处处 杀近处处 对不对 我说左夸右夸 乌入此门 对 好 那各位 我接下来跟你讲这观念非常重要 好 你如果没有把它听进去 那4月19号那时候跌1000点 你就是闭着眼睛 跟着阿妈阿狗在砍 断砍 我为什么要讲阿妈阿狗 为什么我直接讲阿妈阿狗 我只是没有 我如果再不客气 我就说跟着那些早上财经节目 晚上100分的一些分析师 很不专业的阿妈阿狗分析师 叫你怎么样 现在高点 现在指数很高 操作要保守 你讲这句话是错 指数很高 很多个股 基期是低的 对 你要讲得严格 用字要精准 你要讲说 现在个股很高的 基期高的个股 你要小心 你要避开 是 你应该要去买现在基期低的 在底部整理的 绝情骨底的股票 对 当然他不能讲绝情骨底 因为他就在抄袭我 还可以讲 还可以讲 基期低 对 对 好来 因为我讲富贵稳中求 又有人讲富贵稳中求 我讲浅农 对不对 有 那种 有台分析师就很会学 也跟我学浅农勿用 对不对 我讲大老鹰也跟我讲大老鹰 对不对 那么爱学跟你去学 重点 你有办法学到我的操盘心法吗 你没办法 对不对 来 现在指数来到两万三千点 对 我记得我好像曾经讲过 对不对 我可能之前有讲过 但是我要再讲一遍 因为我每天都有新朋友 对 请问跌时帕是多少 两百三 两千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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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时帕的意思大概就是所有的 那个台湾50的那些股票 全值股大概全部都跌停 那就是两千三百点 对 可是各位 我们指数在十年前 只有一万点的时候 如果全部跌停那是几千点 那是多少 就跌掉 就是一千点 一千 所以你记不记得在三年前 2020 2022那时候 5月12号盘中大跌 一千四百点 有没有 那时候已经是几乎所有都跌停了 因为那时候的指数是在多少 一万多 就是在一万 就是在一万多 跌到一万五 因为那一年的高点大概就是在一万八 大概就在一万六 一万七 一万八 所以如果全部跌停 一万五 最多就是一万五 一万六千点 所以那一次因为那个 5月12号那天盘中大跌一千四百点 大家都非常恐慌 可是事后证明 那一天去砍一千四百点的人 那一次 那一次的航运 涨到后归三雄 比如说阳明长龙涨到一百块 后来就急杀到六十块 我现在 我跟你讲 我要跟你讲 这二三十年 我眼睛所观察到的 放在我的大脑里面的 资料库的各种故事都有 对 为什么我们现在带会员操作 我们可以这么闻 为什么我们最后都可以闻超胜算的 获利出场 就是因为我的脑浓量里面 存着三十年 你要再讲再往前都可以 郭婉隆那个 那就四十多年了 就是台股的历史的资料库 都在我的脑袋挂里面 所以我现在要翻出一个事件 我都可以翻得出来 那就是因为我们经过了这么多 多空的各种大大小小的事件 所以我们才能够整理出一套 我们怎么样 不被这些事件影响的置身心法 所以你要比起那一天5月12号 我现在 我们现在就来看这个2609的阳明 好 在2022年的那一波 我不是要叫你买阳明 我现在就跟你举例 麻烦各位 看节目要专心要认真 你不要断章奇遇 就拿出道士乱讲 就跟那种上课打瞌睡的小孩一样 有没有 只听一句 来认真听 在老师帮你现在回顾历史 到2022年 我们把时间往前来 来 2022年的年初 我记得那一波 我们有带会员操作 我们的长龙跟杨明买在10块 15块以下 那是5月那一波呢 就是那半年其实最标的就是航运 跟什么驱动IC 你记得对不对 那10天从20飙到30 最后拉那一波 接着呢5月过完劳动节 就从30再跌回20 没错 你看那时候股票都还多头对不对 对 可是很奇怪 有人再多头做股票 还是一样会追高被套 就跟现在一样 就跟现在一样 懂 一样喔 一样你现在指数都还在 可能随时会再创新高 对 可是还是这段 这半年了 这半年来 还是有人怎么样 股票追高被套 为什么 我昨天才跟你讲神盾嘛 对不对 同样 我在帕塔亚的海边的沙滩上 我再跟你讲 对不对 那时候的神盾 跟Wi-Fi 7 Wi-Fi 7 这两天立即给你解套了 可是呢 神盾呢 你还没解套 没错 对不对 可是那时候你如果去做智威 现在智威你是大赚 没错 那时候如果你去做金财 金财是大赚 有 可是你再回过头来想 那时候谁跟你做智威啊 没有 那时候台面上哪一边是跟你讲金财科啊 没有 这些股票根本就不涨的嘛 所以 从这一点就是告诉你说一个观念说 4月19号你去砍啊 对不对 如果你砍掉的是机器低的 绝情孤底的 那这段时间你都没赚到钱 很闷 有没有 所以还是那句话 不要看指数做股票 好 那我要告诉你说 那时候那一年 嗯 2022年 那一年应该是2021 2021 21航运先冲上去 2020大空天 各位 大空头 2021年 上半年 对 就是那半年 上半年 很夸张对不对 那半年就从10块标到200对不对 就那半年可以从20啊 同板股 从20 标十倍 因为他2020年年底是涨到30 后来1月又跌回来 对 跌回来20 所以你股票抱不住的人喔 你会去追30再去砍20啊 我说真的 嗯 就那一个月 你那短线那边自以为很厉害的人 你真的你会追30再去砍20 嗯 好来 那一年就是这样 嗯 光航运就搞死人了 嗯 但是你是一张不卖 齐齐自来 对不对 因为那是趋势 因为那半年 那是大趋势 有没有看到 嗯 这里 好来 这边是不是年底 我讲的 他从20涨到30 嗯 后来呢 30又回来20 嗯 这边是15块大概 嗯 OK 到5月 12号以前 就是4月底大作帐 到5月初 他涨到100 上百元 嗯 可是就在5月12号那天盘中大跌 1400点那时候 砍到多少你知道吗 60 嗯 各位 100到60 嗯 40块 对 你不觉得这种 就短短几天的波动非常大吗 很吓人 对不对 这种你如果心理素食不好 或者你对航运本身 未来的一个基本面的那种 航运运驾的 可以走多久 你不确定 你看 同样是在那几天里面 是不是有人追高在杀低 对 一定有嘛 不然请问一下60块是谁在杀的 没有人去杀60 怎么会有60块的价位出来 因为大家会怕啊 对不对 可是过了那一天的 1万盘中大跌1400点之后 你知道60就不要到多少 200 我们就说230好了 好 很可怕欸 4倍 5月到7月底 就这一个半月 嗯 可是你回头来看 从年初到 这个7月底 就是6月底 就是这半年 可以从 就算你 20 我们就说你去买到30好了 嗯 30到200 那是多少 7倍 7倍 对啊 7倍欸 人生难得有一个短短的几个月 给你赚7倍 半年充7倍 没有嘛 是 你不一定常常有这个机会 那你真的错过那就错过了 可是很多人不是啊 很多人会在这边杀嘛 杀嘛 对不对 杀嘛 这个你是一定要杀的啦 没办法啊 因为 泡沫了 对 可是在这边呢 你会发现 明明一个多头还是有人赚不到钱啊 嗯 原因就在这 所以我告诉你说 那时候因为1400点有人在杀 嗯 1400点不是不能杀啦 你要看你手账是什么股票 嗯 比如说你那时候去杀下去 你那时候的天狱是已经泡沫了 那时候的敦泰 那时候你看 敦泰你杀了你到现在 你还是对的 嗯 还是对的 嗯 对不对 产业趋势喔 那你要看你在这之前 嗯 杀 你是杀基息高的 嗯 还是去杀基息低的 嗯 好还要再配合 你现在杀的这个股票 他未来的产业 对 趋势有没有继续往上走 这很重要 像航运那时候就怎么样 嗯 欸他就是那一 两年赚了就结束了 嗯 可是问题是运价还在持续往上 是 对不对 他提前股价先反应 好我举这例子 我要回来跟你讲大盘 好 我先跟你讲大盘 今天我比较会以大盘为主 但是集团做这样的还没结束 嗯 好我先要跟你讲大盘 就是说 今天跌400点你会恐慌吗 各位你如果说我们在台股1万点的时候 400点 400500点那基本上就5%了對不對 嗯 感觉上是跌蛮重的 对 可是今天台股在2万多点 对 跌400点基本上只有多少 2%吗 2% 1点多%而已 欸那肺半动不动 3% 4%再跌 嗯 再涨 对不对 所以股市涨多 合理修正啊 嗯 很正常啊 是 涨多总是有人要卖嘛 对不对 但是你现在回过头来看 我认为现在台股现在走到这个位阶 都不是你跟我可以决定的 谁可以决定 外资 哦 因为这一波台积电 台积电 2万3在冲上去是谁在买 确实 对 所以 成也外资 败也外资 是 所以这一波 你就要看说 外资他要走了没 可是外资喔 他们现在还在一头热 哦 就还在一头热嘛 但是会有一些 外资觉得涨高他不想追了 他要让他回档一下 嗯 但是如果你要台股 台股真的要崩盘 嗯 要发生什么事情 就这些外资要撤退了 哦 才会崩盘 可是眼前台股 他股票还这么热 嗯 他会这么快就崩盘 然后就一下再给你杀回 嗯 那个一万 一万五一万六吗 破两万 不会啊 为什么 因为你要去搭配 怎么看 未来这半年 明年 嗯 整个全球的景气 是越来越好 嗯 还是像2022那一年 升息 一路要升到年尾 嗯哼 对不对 嗯哼 那现在是在等降息 对 现在不是在等升息 嗯 后面是没有升息 老生现在美国在通膨啊 嗯 嗯 美国没有那个底气神啊 他顶多是不降而已啊 嗯 那美国为什么不降 他现在要先 他现在想办法要先把中国给逗下去啊 嗯 因为他只要维持高息 嗯 然后中国因为房地产不好 对 房地产那中国他就 背不得已他就逼着要去降息 嗯 那一降息的时候 因为现在全世界还是美元在主导 对 所以 资金就会一直从大陆撤出 一个国家如果那个投资的资金一直出来 一直出来一直出来 哇哦 那资金逃离 嗯 他们很容易怎么样 因为资金被抽走 嗯 所以房地产跌 对 然后就会发生系统性风险 所以美国跟中国现在 美国是像搞垮中国 他就是要让中国发生系统性风险 好 我给你打趴下去 我希望你30年跑不起来 就跟当初美国对付日本是一样的道理 嗯嗯嗯 所以我昨天晚上我在我们家游泳池直播的时候 有人问我中国的房市对不对 有一个吴先生问的 我是不是有告诉你了 我的看法 对 一时不会起来 是 只要美国不松手 嗯 不降息 他就还不会起来 是 所以现在中国跟美国就在撑 但是美国他有办法一直撑住这么高的利息吗 没办法 为什么因为美国借一段要堆债嘛 嗯 他现在就要再发新债 对 来长旧债 他现在连本金都花不 他现在搞不好连利息都快还不出来了 嗯 所以 我现在跟你讲是一个大结构 对 你大结构你要听懂 嗯 你就不会跟人家一千点 盘中大跌就跟人家乱砍 你知道吗 你在砍我在那边剪钻石 对 对不对 你就知道为什么你砍下去 你的筹码都跑到我这 嗯 可是其他分析师不会这样子教你啊 嗯 其他分析师百分百 他就跟你讲了几句话 然后就下来了 他也不敢跟你讲太多 因为跟你讲太多 就露出他的不专业 一个分析师他有办法一个议题可以跟你讲一小时啊 嗯 就是他的专业啊 你觉得百分百有几个分析师有办法这样做 我告诉你 就我现在看哪有 嗯 一个都没有 嗯 坦白跟你讲 嗯 不想像你看看百分百很多 你都是在帮人家抬轿不是吗 对不对 讲完怎么都高点了 不然就是跟你讲热门股 热门股你会不知道吗 你知道 你在看百分百我也在看百分百啊 等你看到大家都看到啦 那隔天大家一起追高啊 不就这样子吗 好 所以 嗯 美国 这个降息 迟早的是 是 但是 他现在还不降息就是 他要想办法先把中国给 打趴 凯欧对 嗯哼 那现在就比嘛 但是我跟你讲这就要欺商权嘛 对不对 喔 他把美国 他把中国打趴 问题是 他现在负担这么高的利息 他负的出卖啊 嗯 所以你们看他现在又要发新债 对 可是发新债现在利率是很高的债 那他就要给这么高的利息 是 对不对 所以现在两个都是一样 我是觉得喔 人真的很奇怪 明明可以追求双赢 对 偏偏要追求双输 两败俱伤 真的 你们当年不是也有雷曼吗 嗯哼 你不要让中国这一波 如果他给挺过去的 嗯 我想换下一个十年他来搞你 嗯哼 对不对 所以结构性的问题 我就跟你讲了 懂 结构没有出现问题 你不要担心 好 你不要担心 嗯 那你的钱怎么办 嗯 你就是要放在极其低的 因为你放在绝情谷底的 嗯 突然给你跌个一千点两千点 你都 都无所谓啦 为什么 他就在底了 因为我刚刚已经跟你讲嘛 两年前五月十号杀一千点 一千四百点之后 杀完后面啪啪啪啪又上去了 对 航运可以让你从六十涨到多少 两百多 对 那你知道那一波杀下去我们在买什么 刑堂 我们在买MCU嘛 对 我们买创委嘛 有 我们在买金拓科嘛 而且还剪跌厅 对不对 我们在买那个就是细菌园 你知道这些东西都是后面怎么样 嗯 很多先走的 嗯 都已经涨完了 就会回来涨这什么 嗯 在绝情谷底的股票 对 对不对 嗯哼 所以 任何时候都有绝情谷底跟你买 对 就比如说在2020那一年从18800跌到12600那时候 嗯哼 不是北极星吗 诶 对不对 对 北极星不是 对 就突然给你标到两百块吗 对 总是有嘛 然后那一年还有什么可别做 M31也是啊 嗯创意那时候也标了 对不对 那一年M31从两三百是标到一千多啊 对 有没有 好那一年怎么样 观光饭店股啊 有 精华从1007 180 因为我们都有做嘛 我们五六月做精华嘛 后来涨到怎么样 年底涨到300嘛 嗯 所以都有 你个股看好 对未来趋势掌握度够 你不用担心这个指数啦 因为大盘杀下去 我反而会觉得怎么样 嗯又是机会 又是 跌你们在笑 跌你们在哭 跌我是在笑 我可以买更甜 嗯 所以你要有这个观念之后 你做股票喔 很难不赚钱的 懂 好不好 好 所以老师帮大家解完了 就老师过往的一些经验 帮你把这个大盘解决 所以我前面20分钟 对 我很认真告诉你说 未来如果发生跌2000点 嗯 不要太意外 我现在已经跟你讲在前面了 嗯 跌2000点你会恐慌 我不会恐慌 嗯 我们就准备怎么样 嗯 剪钻石 去 好像不能 烦花会说去收什么 收叉啦 我不好意思讲 因为很难听 嗯嗯嗯 我们讲剪钻石 嗯 好听多了 对不对 ok 老师我昨天看了一部电影 之前蛮红的叫做老狐狸 他讲了一句名言 他说任何事情 你先做三个动作 第一 喝杯冰水 嗯 就像老师说的 我们心要肉头要冷 对 第二你闭上眼睛 只想 然后第三你看到外面 现在这个哀鸿片眼 哇大跌的时候 你就想干我屁事 哈哈哈哈 因为你这时候 你就才有机会可以进场 好来 对所以是一样的这个心法观念 来好间谍400点 这档喔 PCB之王 这档不是 这档不是 好来 这个PCB今天是大涨 嗯 那 要开吗 200人了耶 啊 200人了耶 可是我们昨天有到380耶 对啊 可是你知道平日跟假日 还是有点差啦 因为平日大家上班嘛 假日大家可以看比较晚 那我们假日 这平日的话可以 其实我跟你讲喔 其实我记得 我们上一半应该有开过 因为我们 我们很快 对对对对 快速闪一下 一秒闪过 我们应该很快就按过去 有我记得老师那天一秒闪过 我是不是这张很快按过去 对 嗯 你今天如果 你那时候停格 你如果停格 赶快截图 今天还有203 有 给你买对不对 然后拉到210 对210 好啦那我们就来 直接开牌了 我们就来开这档金像电好了 好 麻烦你对一下喔 我们来先看今天的金像电 PCB之王 老师是不是已经邀约你 邀约你 邀约你 至少超过一个礼拜以上 两个礼拜都有了 那你来跟上 你都有机会 虽然在这段时间 他在这边 他是在等你 他在这边等你 但是你看一根冲出去之后 马上就 今天大门大跌 他大涨 金像电今天最高210 对 好 恭喜我们会员一张 你有低阶的 基本上有2万的价差了 恭喜 6月14号 各位 就两个礼拜啊 真的啊 请问 他跌破190到188 你们很多人有没有很 吓到吃熟熟 所以我说中股票 只有我们驾驭得了 对 好我们回头来看 好 你如果拆到我这支股票 可是你还是没赚到钱的 我还是要告诉你 不要再自己做了 我相信这档金像电 我们之前在这边的时候 其实你看他之前 这两个月来 你看他是不是这一次上来 再下来去 对 好 你如果你看我节目 如果你看我节目 我之前在这边其实 我就在讲了 我这边我就有在留意了 可是他这一天给你洗一个上影线 对不对 如果这一支股票 你之前我在预告的时候 你有猜到你去买 到今天又来到210 对 你还是没赚到钱的人 我必须老实告诉你 我还是必须老实告诉你 你不适合自己做股票 对不对 你会不会这段时间 你自己跑去停损在这边 可是4月19的低他其他都没破 他都没破 4月19那次的茂达 他也是杀到180 就跟金像电很像 两个价格就很像 对不对 那茂达就先到225了 对 那金像电今天来到季线 210 季线过了对不对 但季线还是蛮陡的 他今天来到210了 对 对不对 那我是说 如果这一档股票 我当初被你拆到了 可是一个多月过去 你还是没赚到钱 那就事实证明 你没有会 你没有一套 做股票 正确的刑法 可以对 做股票正确的操作刑法 然后让你每一档股票 可以做到赚 我的意思已经很明显了 对 就是没有会跟就要会跟 从过去这几个月来 再从爱普 我都让你知道了 你还是没赚到钱 天狱我也让你知道了 你还是没赚到钱 我就告诉你说 你真的不适合自己做 你是 如果从这件事情来 你还在跟我比智慧 你觉得我一个建宗 清大毕业的 你觉得你还是自己做 会比我还赚的话 你有没有可能犯了一个怎么样 你有没有可能做一个 自我感觉良好的误判 就来会跟就好了 对不对 你这边缺乏会跟 是不是 就赶快来会跟 是不是 还是你觉得你自己做 一定会比我赚得还多 不要再欺骗自己了 是 所以今天金像店 今天最低200 然后到拉到210 为什么我还是强调这件事情 我强调这件事情就是说 这支股票 就跟那个APP也是 APP一定之前有人套400的 对不对 你明明在这边 来这边有DK的让你再做一次 对 到这边跟我 上礼拜给你讲立基店 你没有发现我跟你解释 交代 其实我都已经在里面 在 隐隐约约 我在教你我的操作刑法 对 有人 就学起来了 有人 还是没学起来 没学起来 原因是为什么 你们就是不愿意一档股票 好好把它做到赚 你们看到这档股票没涨的时候 你眼睛就要去看 今天早上财经分析师跟你讲的一些热门股 晚上的电视节目的财经节目跟你讲的那些股票 你就是要东看一个西看一个 一天看一个分析师不够 要看10个分析师 两三个财经节目不够 早上看晚上还要看 你很忙 赚不到钱 为什么 每一支股票你都想要 今天我没有一个人传给我 手上 哇 几十支股票 当然他也有重电股 买着一张不卖 买齐齐自来 他也有所罗门啊 都有 可是相对他也有一大堆绿的 他红的就那几支 可是他绿的更也是一堆 那红的跟绿的加一加 你有赚吗 也是没什么赚啊 对啊 那何必呢 那为什么不好好自信 就集中两三档 把这几档就一直做到赚 对 做一个大波段 对不对 那现在回头来看 我们的金像店 你看 614 190 614 对不对 614 614 你自己看嘛 骗不了人嘛 对不对 614 最低188.5 最高192 你看188.5 它基本就是在破 也是在破底 对不对 你看6月11号 它的低多少 187.5 这个地方谁会让你买啊 下落下死了 对 我是不是在跟你验证 我是不是在是跟你验证 我看好股票有下来 我是笑着剪好吗 对 你们是很怕 对不对 因为这个时候一定 我们就会来 老师这股票真的可以买吗 这种地方 感觉一张要破底 当然 买啊 山头斜照的股票就是买啊 买啊 你买了你一张赚2万了 嗯 有没有 190到今天290 你买了你一张赚2万 来半个月房贷是不是又有了 对 我共骗你 嗯 嗯 是不是半个月房贷有了 有 好来 而且到上个礼拜老师他还告诉你 还有空间 因为上个礼拜老师我们说 赢一张赚1万块了 你赶快来的话 你还有一点空间 好 是不是又1万了 你再来看喔 来那再来呢 来 这一个 嗯 金箱店 对 6月14号买 好再来 继续买 6月19 6月19 嗯 继续买 嗯 有没有 对 好来 6月19 190以下一样 6月21 嗯 6月19你还可以买到190 对 6月21什么时候 上礼拜五 对 上礼拜五你来 我还是让你继续买 是 所以我全天打扮我是不是告诉你 你早来嘛 对 对 那你晚来 嗯 你都觉得说再看看再看看 那你没有看见我们一档一档这样赚起来 是啊 艾普赚起来了 艾普赚起来了 对 艾普一张5万 嗯 对不对 我们直播都有人分享嘛 对 一张赚5万嘛 有 那是金箱店一张2万 嗯 就只要一张一张 嗯 那这样多少 7万欸 嗯 7万欸 嗯 你隔月房贷不都有了吗 对 对 你如果借一千万的 也不用到五万块的房贷 嗯 是不是 都可以赚得到 好来喔 好来 再来 6月21号都还在买喔 上礼拜五都还在买喔 所以 快压不住了 我跟你讲快压不住了 对 所以肩上去了嘛 是 所以你看上礼拜五你办好手续 即便到今天早上200 然后呢盘中直接拉到210了 老师还没有开牌的股票你还来得及 但开牌之后你就不要乱追了 开牌就不要乱追了 好来 刚看到都是全力打班的好朋友都有买到 恭喜全力打班 都赚到了 我们这个IC设计班喔 其实我就不懂为什么你会有 你也会有金像店 我觉得好像是我们发错口讯 结果 就当红利吧 对 发错口讯 然后变红利 因为特殊叫我安定 安心设计班 你现在绩效到149了嘛 就是100万 已经快一变150万了 从11月二朝近代 其实说半年了 对 已经赚了50成了 因为现在6月20 就刚好半年了 刚好半年了 半年赚50% 刚好半年50%啦 对 所以我告诉你的这条线 对 对 我还是很认真 很认真往上走 我告诉你的这条线 我还是很认真 是 很认真努力的要 想要帮你达到嘛 对 各位我是不是讲这一条 如果你一季可以赚20%的话 对不对 中日前前的持续向前走 有没有 对 那我不保证啦 但是我希望我能够 每一个班都打标 努力帮你达标 那我们就是一季一季来检验 对 这一季如果没到 我希望下一季可以赶上来 所以这就是你要设定好这个目标 对 然后我们用稳稳的方式 对 所以为什么我要告诉你说怎么样 20里路走好 长期累积 对 你要用长线 你真的希望财富大自由 你不是为了短线就这个几千块钱 然后你就说好高兴 然后今天大餐就把它吃掉了 我希望你一笔钱你在股市 你好好跟自己约定 100万我可不可以5年10年 很多你很年轻 像很多年轻人 你现在可能只有30岁 40岁也都没关系 你给自己5年的时间 你40岁你也只是少我10来岁而已 对不对 张忠谋 50岁创台积电 对 你有没有想 张忠谋他50岁台积电 他用他后面的30年 他可以为自己再创造1000亿的身价 对不对 那同样的道理嘛 你现在想想看嘛 如果你现在只有40岁 对啊 如果5年38倍 你知道20年是几倍吗 很精彩 不用看了那么长 我们光看5年 你拿你100万出来 你就可以赚到3800万 对不对 你已经赢过了多少的同年 那不要说5年 就2年好 就20年38倍好不好 那100万也变38 所以我意思是说 你要好好真的要财富大自由 是 不是在股市杀进杀出 而是你就是在股市这一笔钱 不要动 你不要动他了 你不要动他了 让他一直去滚上去 你就让他一直滚上去 对 因为我们的出场胜率都高 对 所以赚到的我们敢再凹下去 因为很多人就是因为在赌运器 你这笔赚到你怕怎么样 下一笔亏掉了 所以你的钱不敢在里面 一直凹下去 原因就在这边 因为我们的操作不是像在直甩子 哇你好像连赢好几次有没有 你要赶快走了 那叫赌博 可是如果张忠鹏当初 赚个一亿两亿他就把台积电卖掉 他今天会有一千亿吗 没有 那我们不见得手上就是一档台积电给你报十年 但是因为我们的胜率很高 所以我们可以把赚到的重新再去布局下一档 在绝情谷底的 所以你就可以复立出来 所以我刚才跟你讲说 财富是这样子累积堆叠上去的 你要不要好好 复制来 好好用我们这套新法 也来怎么样 复制在你自己身上 所以你来参加我任何个班的 我都在带你划线 对 所以我们刚刚说这一个 IC设计班 你看这之前的 对 这之前147 对不对 现在129 那今天的那一个 今天金像店获利再往上增 149了 所以我们就是要持续一步一脚印 然后跟着老师我们二十里路走好 来终日前前的向上走 这样的线你也可以复制在你自己身上 不论你资金是小资或是你是大资 人人都可以画出这样的一个曲线图 对不对 149.3了 我们是很认真在记 不然我干嘛还给你弄个1.3 而且真的是我们一直在更新 一直在更新 所以100万到现在 149.3 149.5 那全雷打班呢 我们持续累计 对 从去年的三月到现在 对 刚220对不对 那这档金像店 你再出去的话就222了 对 所以恭喜大家 恭喜恭喜 好 老师今天也开牌了 金像店 有人也是这两个月 你才来的对不对 都赚到了 那有些来 有的报比较久的 那报到的你也 也赚到了 讲到这个 我们有一个工程师 就是 当初买创为 后来创为90几块的时候 他有一次跟我通电话 我就说你就用一张创为来 来跟我做 其他股票你留着 那因为刚来他没有把我们的 新法 规则弄懂 就他就重压金像店 他买到四成 买到四成 那已经超过了 那个老师给你的那个 对 我说最多就是两成 除非我叫你要买到三成 对 对不对 结果 如果他四成都没走 他赚更多 他210 对赚很多 所以代表的股票可不可以报 当然 抱得住你都赚得到钱 好 那但是还是提醒 恭喜大家有金像店的 还是提醒你要赵老师的资金规划 好 那 最后 最后 最后倒数了 我本来全年打班 我都不关班了 对 可是 我决定这个月我要关班了 最后倒数 那全年打班 是除了我的股神养成班 就单纯只看我的影音的 对 以外 我还有个纯骨班 纯骨班就是一年大概 大概 你就不要动他 不要看他 纯骨班大概 一年大概只操作两次 OK 就是我给你几档股票 你就是这股票 一直抱着 文着 你每个月 用剩的钱 你就是一直买 一直买 一直买 就像你买ETF那样 那叫纯骨班 OK 好 那再来就是全年打班 是 还有一个成文高息班 对 那我只开到 这个礼拜 礼拜四的中午12点 好 没有到最后下班 没有 就到礼拜四中午12点 把握最后机会了 好 赶快加Line 那 你来 现在来不会再叫你布局金箱店了 老师有新的标的 因为我已经开牌了 新的标的给你 集团做账 还有什么股东会 还有什么要除袭的 一个一个都会上来 是 还有都还没动的 所以你早点来 对 早点赚 先来卡位 早点赚 所以前两天来买 金箱店给你买到19 或是196都没关系 196你今天你也赚1万多了 对 190的那你就赚了快2万 恭喜大家 好 播电话最快 0225429977 那废话不多说 好 恭喜 我们现在来讲 好 恭喜 接下来做哪一支 接下来做哪一支 车电骨 有AI又有车电骨 这一支 集AI伺服器 跟车电供应链 你看这个线形 真的 好 必须要说 这个线形 你看喔 这样话看得比较清楚 对 山头斜照 很委屈耶 直速创高 他现在算是委屈的 那接下来就是 用话 用话比较快 自己画比较快 但是呢 老师的金笔画下去之后 接下来还是就会往上走 好 那今天跌400多点 对不对 他很稳 你看他很稳 对 还是红的喔 对不对 走平的 嘿嘿 现在邀请你 就像上礼拜邀你 金像电是一样的 好 你不要等它一根冲出去 又是价差又冲出来的时候 你又晚了 又晚了一步了 好 赶快来 像我们股票都喜欢 买在没有量的时候 对 我举例啊 比如说你看 这一档 这一档金像电 你看这边是不是都没量 嗯 有没有 嗯 然后这一天还故意把你骗一下 欸很 你有没有发现阻力很急车 有没有 就给你杀一下 有没有 你看这个就是把你量都杀出来啊 很多人看到 又一个长黑又一个大量 有没有 隔天又去杀 我想你杀完他就拉了 所以你怎么做也得赢他 嗯 只有我做得赢他啊 嗯 对不对 那你没有发现吗 没量的股价低 现在量出来的时候 嗯 不就又变热门股了 是 今天他 今天他在涨 台面上的股票都在跌 跌400点 今天他在涨 众分析师就注意到他了 嗯 又要来台教了 对不对 爱心先比给你们 没有你们来台 怎么有今天的200英呢 量 而且这个量出来 超级感谢 嗯嗯 你现在有看直播 我们所有 你有赚到金托克了 爱心一起比起来 一起比给 早上的 财经节目的那些分析师 来帮忙台教 好 谢谢各位 好 感谢这档金像店 恭喜全力打扮 IC设计班 恭喜大家 那你如果是今天看到人家节目在讲 你才买的 嗯 你跟我们又是2万的 那没有办法 那我也是要谢谢你啊 一到2万的差距了 但是下一档你就不要再错过了 AI加车店 好 那这档也来得及 你要做这一档的 你赶快来报名 是 你赶快来报名 因为我不晓得他什么时候像金像店 突然冲出去 突然就拉起来 或者像金材 好像智慧那样 突然冲出去 你等到突然冲出去要再来 你又要买的手忙脚乱 对 你又要听早上的财经分析师公布了 那公布又是跟我们一张多少 又是 1万2万的差距了 好不好 好 我有跟你讲过 如果每一张你都要跟我差1万2万 你知道你会差多少钱吗 一年你会差100多万 对 对不对 都算给你听 好 来复时指数调整 来讲这个调整 谁上 其实我给你讲 没有行情的时候 这句你要听懂 其实没有行情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都不重要 我说真的 为什么 为什么要这样讲 如果今天没有行情的时候 其实这一点都不重要 没有行情外资不来 全资股又怎样 台达店之前200多300块也没人要买啊 那为什么现在外资来了 拼拼就把它弄上去了 对不对 可是 可是呢 你也可以回过头来想另外一件事情 我说没有行情的时候它不重要 因为没有人会做它 可是 是不是就是因为没人会做它的时候 你才有低点可以买 就好像我刚刚讲嘛 没有外资要来买的台达店 台达店就在300以下 对 外资来买的台达店 台达店就上去了 对不对 所以 有人关注好还是没人关注好 没人关注你可以买在低点 对 有人关注的时候是帮你台达 那你要买有人关注还是没人关注 这答案 大家要不要回答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直播好不好 好 来回答一下我的问题 这样顺便就是看 老师在教你有没有在学嘛 很重要啊很重要啊 老师这样讲了这么多 分享这么多 你有没有跟老师互动一下 好来 恭喜各位大家 金像店有赚到的 有赚到金像店了 来留言 来留言 好 我已经写上去了 我已经写上去了 我也来看一下 我们现在线上192位好朋友 大家都有呼喊我们的口号 那也希望你跟我们来互动一下 有赚到金像店的来留言加1 或贴一颗爱心 贴一颗爱心让老师知道 你也赚到了好不好 如果你想要跟上赚下一档的话 你就打电话进来 AI伺服器加上车点 打电话025429977 你现在都还来得及跟得上 好 你要回馈给老师嘛 你让老师知道你有赚到钱 老师以后才比较愿意开红利啊 好来 我们会员都不用看 因为反正会赚钱的 直播变狂 好来 沒關係 好继续来 你知道为什么 其他人没有赚到 因为没开牌 我觉得是有猜到 但是自己去停损了 因为他有在吸 然后再来就是 我们这场金像店 我们一直守口如瓶 守口如瓶 有一秒瞬间 但是大家来不及猜出 对 然后我刚刚说 我刚刚说股票要买在 没人关注 还是有人关注的时候 来留言啊 赶快啊 现在有一个 有Erica有留言啊 Erica说 没人关注才能减钻石 对 好来 Aline John她说她有赚到 对 好然后 Karen 有金像店有入带 恭喜 Anne也赚到了 恭喜你 好 谢谢你们 也恭喜你们都有赚到钱 我知道为什么 过了三四分 过了一分钟才有 因为他们看我直播跟我们讲 会累个 会累个一分钟 对 30秒到一分钟 好没问题 来继续留言 金像店加一 开始有 所以没有骗人嘛 对不对 有有 真的有耶 好 我跟你讲 作假的分析师 就要后面要找一大堆 一大堆装甲 我知道 一部队在那边 对一部队在那边 网军 我们不需要 我们全部通通都是 我不做这种 实实在在的 我不做这种龌龊肮脏的事 我连我里面没盖到 我刚刚已经发现了 我刚里面我有 特助没给我盖到的 又被你看到 对不对 我不怕你看 如果你真的有认真看 来我不怕你看 重点是你赚得到吗 赚不赚得到 不是在于我没让你看到 金箱店有人猜到了 真的有 David说没赚到有看到 对 有看到没赚到 有喔 对啊 就像之前的爱普 你知道我们有人 明明我的股票他都猜到了 可是他没办法抓到我的节奏 对 就像那个爱普 他也买一堆了喔 就杀到350 340 嚇死了 嚇死了啦 砍了 怎么办 他没砍 他会问老师 来入会 不然怎么办 就是这样啊 五张砍下去 哇这差多少 10万欸 因为他可能一张差2万啊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讲370以下 对不对 他跑去买370啊 比如说365啊 OK 那2万345啊 他不是 爱普那一波不是又给你 又给你砍到340吗 对 我跟你讲10万欸 神经病啊 10万不是可以来入会 然后自己还在那边乱拆 对 你就为了省这个小钱 我就跟你讲保险真的很重要 是 你真的不相信吗 我今天我有个朋友 他来问我 他的宾室停在车库 被人家A到了 对啊 你知道那个保险港 我一算一算 他至少10万起跳 虽然他是C字头的 我就说你就问你保险公司 他说在停车场 停车场 被人家A 对 停车场不理赔你知道吗 当然了他不负保管责任啊 对 他不负这些所谓的理责责任 没有 你知道 那你们车子如果是在行径中撞 对不对 对 滞撞 对 那都会理赔 就是说你保险是以示滞撞油 但是你停在那里 可是你如果在停车场里面 一样是开车撞对不对 对 没有理赔 如果你没有找到造势者 保险公司可能不会赔你 而且更好他是停在那边 对 停着不是滞撞 因为你停车是被撞 对 好 那你如果是撞人家的 好像停车场 保险公司是不赔的 我记得是没有 对 那你还是要保 我就跟你讲 因为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有一天你去撞到我的车呢 那个很贵 我各位你如果骑机车的 还有开车子的 我建议你多花一两千块去保 超保险 我说真的 必须 你如果撞到我的车你怎么办 对啊 你知道我换一个保险桿 六十万耶 七十万耶 那保险桿还要从英国寄来 对 对 然后我那马萨拉蒂 我现在给我爸开 我爸就是给我去A到一个花盆 那车门要从意大利寄来 四十万 所以 该保的要保 该保要保 所以做股票一样啊 要该讲的学费 你猜到股票又怎样 你不会做 我刚是不是跟你讲 如果真的过两天 那个 对岸又来一个环台封锁 然后 股票给你突然跌个一千点 你怎么办 嚇到赤手手 你怎么办 你一亏你可能账面上一亏 就是五十万一百万 那你为什么不花一点 学费 学费 我都不好意思说 保险费 比如说学费 那我们刚才讲 保护费好了 小保护费 不要这样 你这些明明可以来我这边学功夫 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呢 是 对不对 好 所以这个负实指数当中 这些股票老师 你有没有看好哪一档 或哪几档 来我们先把负实指数讲完 对 这里面你看这几档 我算一算大概有六七档 那有哪些是老师觉得可以留意的 你会发现今天跌四百点 看直播的人就少了 对啊 今天都只有180 190 人都很知道对不对 下跌 因为那些人的股票 被其他分析师套牢了 那你更应该要看老师节目啊 是不是 要选对节目 人真的很奇怪 行情很热的时候 你就拼命看节目要找股票 那当你的股票被套牢的时候 你没钱可以做股票的时候 你就怎么样 心就很冷 别看啦 别看啦 改牌啦 对不对 我来讲 这个时候你才该用这样 来我讲一句 很不客信的 鸵鸟心态 鸵鸟心态 好来 好来我们来讲 好好讲一下这个 台湾50 纳入奇红 奇红散热的 对 那你不要想说纳入奇红你也很开心 好不好 因为奇红现在位阶高 昨天在盘中直播也有人来问奇红 我还记得好像是很前面就有在问 问散热 立志 立志散热都有问 我们讲他位阶高 我可不可以用这个符号表示 好 别用写那个 位阶高 可是奇红呢 他虽然被纳入台湾50 可是奇红他同时也被怎么样 我记得我看到他也是被提出来另外一个 删除奇红 中型的 就是说他从中型 他升到大型 就是因为股价高 那占那个全职高 所以他现在就变成全职股了 变成台湾50的全职股了 ok 然后他删除张盈对不对 然后呢 张盈从全职股被怎么样 被放到怎么样 中型了 所以你知道说一次股票 他的市值 会决定他的江湖地位 那因为他现在市值高 所以你会发现今天的散热 双红 奇红比较强 双红不强 对 就是因为奇红 跑到 跑到全那个台湾50来了 好 那有候补名单嘛 技嘉 创意 营业达 旺海 阳明 什么叫候补名单 观察中 如果他们的股价 万一再上去再上去的话 那搞不好怎么样 他们就会纳入 下一季 说不定下一季会跑到怎么样 就会纳入了 会纳入了 对 有可能 所以他们现在是观察名单 好来 其实尘盖股也是有 老师有这个纳入的尘盖 也有观察的尘盖 然后呢 当他有所表现 他差不多要动了 老师就会把他纳入 变成是尘盖股 好来 好 那中型呢 你看一下 中型他把四级缸 四级缸是不是标很多 对 对不对 好几百块 那张盈就是 从上面移到下面来 还有最近的亚华药 是不是很强 对 然后东洋 那三处什么 车店 车用 帽连 福帽 景硕 后补流这么多 各位 其中有一家有没有 艾三菱 这谁你知道吗 好 今年薪资平均最高的五百多万 比联发科还高 哇靠 这么强 所以这 从这件事情告诉我们说 真的不一定要去科学人去烧干烧肺 我说真的 我们家小孩 不想读书 我没有比他读 你知道我们那种建中毕业 青大毕业 每个小孩都比超优秀的 要进北宜女 对不对 然后进那个台青教程 我们家小孩 你想要跳舞那你就去跳 让他们去发挥 你要走演艺圈 你要走演艺圈 你要走音乐 那你走音乐 发挥专场 艾三菱就证明说 原来卖房子也可以卖到世界第一 是 台湾第一有没有 薪资台湾第一 薪资可以卖很高 那为什么 因为房价现在都在涨 对 好来 好所以 这个你可以观察一下 好 那 我觉得你要留意的是什么 茂莲被剔除了 茂莲连台湾资讯科学也被剔除了 可是茂莲这段时间其实还蛮热 那你会发现茂莲这段时间在拉 对啊 还蛮热的 所以你就知道很可怕的 为什么 因为知道要被剔除 赶快拉一下 因为剔除之后呢 就拉起来 对 剔除的时候他们就会卖掉它 所以你就知道说这段时间在渣 它被剔除了 是 原来是这样 所以 凡是有人比你早知道 知道说要被剔除 所以这段时间 赶快拉 自己先出 先出货 拉高出货 我们看一下茂莲 3665茂莲 你就知道股市真的很可怕 对 专门在坑那种 不懂的人 所以你必须要 真的有人保护你 照顾你 你知道晨晨老师愿意帮你 好 那帮你不只是挡住了 你不该赔掉的 那也希望带着你买到 是绝情谷底的 有没有 公布钱 有没有 调整钱是不是拉了 拉到飞龙在天 调整钱再拉了 对 我要剔除了 我跟你講剔除有一个很大的意义是 剔除之后 法人如果被动型的资金 就不会去做它了 你看这一波为什么 那个什么 这一波为什么那个 比如说台达店 这种台湾50的成分股 一直在涨 联发客的涨势 因为外资来他不知道买什么 所以他会就直接去模拟 台湾50 要他就直接买台湾50 可是如果你一是买台湾50 那台湾50他相对就要去把成分股 也要去买它 懂 所以就助涨助跌 ETF就这样 所以他现在一旦被剔除了 那剔除了 人家外资如果说 要去买台湾资讯科技指数的股票 他要去买这个 本来要去买这个 台湾中型100的股票 那因为被剔除了 那就不会有这些股票 你知道茂连连谁 茂连连台湾高股息都剔除了 好惨喔 所以啊 所以很抱歉喔 在这天 如果你上礼拜去追茂连了 我们只能讲说 你未来可能会有很长一段时间 不会受到外资的青睐 那怎么办 我说股票就这样大人做才会涨啊 怎么办 有没有 你只能寄望说 如果有一天他跑到这边的时候 你再赶快 然后之后外资再来帮我们抬价 也许还有下一次的机会 可是茂连中股票 我记得我在之前有跟你讲过 他一年只涨一次 一年没有一次 那你就要寄望 年底做账会不会再来做一次 因为他不是集团股 他没有父爸爸帮他做账 好 只能靠自己 这是老师帮你先做解答 如果你真的也想要赶快解套 或者是你有什么其他方法 想请老师帮帮你 直接加赖 在后台告诉老师 老师我的茂连现在怎么办 好来 加赖问老师 那我们说这个资讯科技呢 他没有新增 但是有删除 有没有看到 景硕也被删除 也被中型删除 好 有没有 还有这个续准 这种是高价股 然后台湾发达指数呢 纳入四季纲 有没有 然后续准 等于说从资讯跑到发达来 然后续准 续准对 从这边跑到这边来 那服帽删除掉 好 再来高股息指数 来 高股息指数我认为蛮重要的 你说什么资讯 发达 我觉得对比起来 台湾50还有中型100 跟高股息这种是比较重要的指标 为什么 因为高股息是 有些人他就会强调买高股息 就好像我们的沉稳高息班 我们沉稳高息班 我们也是挑高股息的 就是我这一班 我不会随便让你买股票 除非我扣讯发错 不然我就是保证 我会让你买4% 以上的 或接近4 3.8 对 有没有 所以 沉稳高息班 我们就强调你的股息要高 赚股息 所以就像这个台湾高股息一样 那你看他把 他现在把纳入谁 中株 台胜科 新唐 东洋 玉隆 然后删除友达 茂莲 台塑 新复发 连南店都删除了 好 那你看到中株KY前一段时间 被那个立委王之间 是不是拿出来讲说 你这公司先有什么 你们跟银行借钱 然后再来放高利贷 我告诉你 中株跟玉隆 他就是合法 他就是合法的高利贷 对啊 他们就是专门做 他就是合法的高利贷 借贷的公司 高利贷 那我们台湾的 我们台湾的这个 资金控管的风险还算稳 但是中株我觉得 他是大陆那一块 他就伤到 因为大陆那边 他中株有业务 之前大陆好的时候 中株很赚 中株你要留意的是 大陆那一边的风险 那台胜科就细晶圆嘛 对 那新糖就是我们 陈盖谷的 全新最爱的糖糖 对不对 我讲各位 你新糖要他长 对不对 你们就每天 你们就到那个 到甜新的脸书 叫他说 不要吃零食 不可以给我吃糖 不能吃零食 他吃了糖 新糖就不会长 你知道 老师真的是 给我极大的压力 你在偷吃零食 新糖就不会长 其实我那天偷吃了三颗糖 外加一罐养乐多 就新糖 本来130要拉上去了 就没上嘛 对不对 好 我对不起大家 那接下来我这个嘴巴会 闭起来不乱吃 新糖要准备预备备备了 所以我们来看新糖 好 4919新糖 因为很多人都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新糖上礼拜 突然有没有 有充一张 对 突然这个 投信大买 4千多张 快4千张对不对 昨天晚上老师有点 理由很简单 因为 因为为什么 因为 他有三块没配 那我们来看一下法人 因为 就调整嘛 他进到怎么样 高股息 他进到高股息指数 那元大有高股息 是 所以如果元大这奖基金 他要跟着负食 去模拟负食的高股息指数的话 那他的基金 就要在上礼拜五 被动调整 他要买进 他要买进新糖 所以你看到 新糖在上礼拜五 投信大买 外资反而怎么样 反而去卖他 对不对 反而去卖他 他就是趁这时候去吃怎么样 吃投信的豆腐 那你说没有吃到 有啦 因为他今天 他卖掉今天又 又砍到126 对不对 他如果上礼拜五 收盘前给他卖掉 然后现在给他126买的话 其实中间有吃两块豆腐 手续费给你算一块好了 好 那中间这三千张也可以赚一个一块 三千张一块 对他们来讲就是一笔钱 对我们来讲一块钱是没什么 可是一张一千块没什么 可是对他们来讲三千张 三千张 那就很多钱 对 好那现在收盘了嘛 新糖到129 是 看起来 如果以今天大跌400点的 还是很稳 那新糖基本上还算不错 是 好了准你吃一颗糖 好不好 谢谢老师 好那接下来预备一备 因为毕竟集团做账 还有倒数几天的时间 好那敬请期待 好 那我们今天节目差不多了 是 我们就到这了 好那最后还是提醒大家 最后倒数四天了 全力打班 好那如果想要赶快跟上 把握这个机会的话 电话最快 025429977 或者是刚刚老师有讲到 集团股票像是茂莲 如果说完真的有怎么办 那你想请教老师问题的话 加赖对话留言 让老师帮帮你 好感谢老师今天的分享 来如果你手上 有资金 或者有股票 然后你股票 你真是乱枪打鸟马一堆的 我建议各位 你好好把股票 来跟着我重新整理 三档五档就好了 每一档就 你一张就赚个一万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金像店 你如果是五张 你就赚十万 对不对 你就是成本是200的 那一张也一万 可是你张数多的时候 你就是五万十万 十万二十万三十万这样赚 这样会比较有感觉 没错 你就不要乱枪打鸟 买得很善 然后一下这一支 然后那一支 没涨的一支 在那边丢在这 我觉得这样子 不如好好把资金给集中起来 集中 没错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好 今天叠400点 没什么好烦 我们金像店一样照转 对不对 有没有玩过一个游戏 有没有玩过一个游戏 蜡热在电视 没什么事 对不对 你知道为什么 我们大老鹰的心法就是这样 你要做大老鹰 是 对不对 做大老鹰 买在绝情谷底 然后你看 你有看神雕霞里吗 风来了 那个大雕对不对 把杨过跟小龙女 哇就可以载到天上去 对不对 是 所以一样啊 你不要小看一个小朋友 在玩游戏 对不对 蜡热在绝情 没什么事 因为我们就是这样做 所以没什么事 好 为什么 因为蜡热在绝情 有没有 大老鹰要飞了 是 来跟我们做大老鹰 做浅龙 好吗 沉得住气 稳得住局 你就能够赚到大获利了 再次感谢老师 我们要喊口号了 喊口号一下好不好 好 富贵 稳中求 财富大自由 想听陈辰老师 聊产业 聊心法 或是你想和陈辰老师 聊聊您的股市人生 现在加入 谷海大丈夫 来的生活圈 小老鼠HIH888 或扫描 萤幕上方QR code 欢迎您 一起来聊聊 本公司 本公司于所推荐 分析之各别有加证券 无不当真财物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集团 订阅 用箩序 听优优独立则 藏目 便订